中秋节南韩为了刺激国内经济 中秋年假从原本的四天延长到六天 但南韩的十一住行通通涨价 让国民叫苦连天 一份午餐就要价将近台币220块 但要不是因为特价没有一万韩元 根本吃不到一餐 不光是吃住宿价格也是直线上涨 由于国内旅游 贵到吓死人 许多南韩民众选择在中秋年假出国玩 今年出国人数可能是往年的五倍以上 另外中国大陆迎来中秋和十一国庆 旅游业也出现强劲复苏 比起疫情前饭店定房率大增5.4倍 不过各国通膨严重 台湾民众想趁中秋连假出国玩 荷包恐怕要多准备一些钱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字幕志愿者 杨核显